Daniel,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撞车逃逸的这个新法令,也就是说即使车子里面没有人的话,你还是不能抱存这个侥幸的心态,而且最主要美国热心人士很多,所以奉劝一旦有不小心撞到别人的车子里面,你觉得车里面没人,好像应该也没人看到美国这么大嘛,对,这么荒凉,所以你想说你开车开了就逃,这是无所谓的,但是actually,常常事情都发生在你抱有侥幸的心态的时候呢, 就中窗事发了,对,而且上次我还记得有一个同事是,他是被撞的那一个,然后呢,车子撞到他之后,把他的车子全毁,可是他很幸运他人没事,但是那个hit and run的人,他当场就跑掉了,结果警察在半小时内找到那个人,按了他的家能领,问他说刚才你是离开车祸现场,你知道警察怎么发现的吗,他在车祸现场看到driver's license plate,车牌,那个人撞了他以后警察要跑,结果车牌掉在事发 对,这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对,被想到很多热心人,其实他也抄下来,很多camera可以看得到,所以很多时候我提醒大家的话,不要抱着任了,小心的,我们有足够的保险,万一事情发生的话,保险就是在事故发生的时候,帮你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,所以的话可能是要保护会长一点,但是的话,你可以的话,就是说真正是自己的错,以后让保险公司去赔偿对方,那也是一个震荡的处理方法, 最怕最怕的话就是年轻人,他就怕,我发生车祸,我回去有可能会被爸爸妈妈骂,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给车子给小孩子,一方面要让他培养一个责任心,要知道里面车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,用车撞人,这个加州的话就是属于自民武器,用自民武器攻击他人,OK,ADW,那这种情况,一旦只发生事故的情况之下, 一定要教育小孩子里面的话,面对,不要逃避,以后,但是往往的话,有两类人的话,就是说,追求驾车,或者是没有身份的,一撞了车子之后的话,就赶紧去跑走了,这类的话,所以为什么,我们一般的驾车人士,我刚刚提过了,就加州百分之二十的, 每十个人之中,只有两位的话,是没有驾照,或者是没有保险开车的 所以你这种情况之下,逃逸的话,其实后果会更严重,万一有好事者,把你的车牌抄下来 对,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,我无辜的人的话,就是开车,如果是被这些人撞上去,怎么保护自己,就是买保险的时候,买这个UM保险